我们发现这个就要离开了 发现这个我拿起来拍照你才要走的 要不然你没有要走好不好 停车场里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吵得面红耳赤 原来是男子把车停在亲子专用车位 问题他没有专属停车证 要不要离开吗 我不要我要等警察来 那给你强自罪我一定会提杠 OK 没关系 大家时间够的是缓证我也险险没事 然而男子一次被女子纠正觉得很没面子 把车开出后竟把车停在女子的车后不动 目的要让女子坐车净退不得 谁不好好处理 为什么要停在我后面呢 要不然你们就走就好了啊 自己先违规还这样过来挡我 这样对吗 女子气急败坏 因为男子实在还不讲理 就连卖场员工来调解 依然嚣张还不是卖萌 看不到有人这么爱挑衅的人 你不好像是 我是不讲讲那两个字 不是啊 自己也违规在线还敢二人先告状 没有车正过来停在这里 这样对不对 被人家检举还这样子 给小丹串去 冲突就发生在桃园这间美式连锁大卖场 停车场里有规划亲子停车位 案里得有申请专属停车证才能停车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这么说 因为那个富人的停车证 这个就是富有停车格吗 那平常没有这个富有停车格的 不应该去停这个位置 当事人实在气不过 把影片给po网友帮忙评理 男子嚣张卖萌的嘴脸 也被网友看得忍不住回应 实在没看过脸皮这么厚的架势 在林中正言金语桃园报导